算是完美情人嗎 我覺得沒有人是完美的 所以才要追求一個完美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有女朋友的話 我一定是第一個時間不夠陪她 然後會太忙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要多努力跟協調吧 女生的完美情人 還在找 因為我怎麼說呢 我不一定如果跟她交往 我也不一定是因為她很完美 所以我會跟她交往 我覺得應該是兩個人興趣相同 然後有共同的目標 想要一起走的路 我覺得這才是在一起最大的原因吧 我對花的品味很差 所以我都不知道送什麼 可能就只有美歸這樣子 最浪漫的事情 當然就是想見到我的時候 我就直接坐飛機 飛到她的城市 這是算最快的 因為我涉獵的也是有電影還有電視 我之前甚至演出過舞台劇 所以我覺得一個演員 她應該不局限於表演的舞台 應該是在各種舞台都要多嘗試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對這個稱號有什麼感覺這樣子 我以前有跟劉亦菲拍過戲 然後她的皮膚是真的是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真的魚與熊長不可兼得 就是因為有好的事業就是因為付出的時間相對比較多 然後有好的戀情就相對的也是 對於愛情付出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兩者之間是要有一個許捨這樣子 要不要會辜負一方這樣子 因為在台北已經開始找台北就是的辦公室了 因為我北京已經有公司了 然後現在在找台北的 然後就已經開始聯絡一些編劇啊 制片然後開始製作 屬於我們自己公司的電影 我比較想當制片 因為我覺得制片是一個讓電影發生的人 然後同時間我也有很多想法 所以我也會參與編劇 導演的話我覺得還是會請 更有想法的導演來拍 我覺得我還是當個演員好了 相親啊 我覺得介紹朋友可以啊 談到相親就太遠了這樣 一層啊 最近我覺得我們都比較忙 我知道他好像在日本啊 對他在日本工作 跟我說過他要去考試 可是我不知道他要去哪裡考試這樣 我可能這個禮拜就會去看了 因為因為還有我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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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我真的很開心他們票房破譯 然後我真的希望就是這禮拜 我有時間可以去看陣頭這樣 因為我覺得影帝的標準 大家各自有標準嘛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 就是給評審選出來的 我覺得評審選出來的東西會比較被動 就我們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就比較被動 所以我也不可以預期說我可不可以得到 我只是希望 如果有人可以欣賞 或肯定的我覺得就OK了這樣子 我不喜歡玩太安全的東西 所以我對於選劇本 我可能還是會 選擇一些很特別的角色 或很特別的劇情 就不單只是愛情故事 很簡單這樣子 最想挑戰的角色 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想演一個翻譯家 就是那種 翻譯 就是因為我可以講 廣東話、英文、日文 然後台語嘛 然後我想要演一個就是 我可以在 各國或各... 不是各國 各... 各種方言之間 然後當間諜這樣子 對